学义经 华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下午来跟各位大家共谈 共同探讨风水与大自然生命共同体 风与水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 那么大自然也是以风和水的产 有时候我们登高山 尤其在台湾阿里山玉山 那么高到平地 它的气候不同 它的湿度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植物 也有不同的动物 这个是大自然和生命的共同体 山略高 当然它的空气越稀薄 越稀薄 所以它的这个植物 它叶子 细叶的就有办法来克服 越低的 到阔越稀才有办法生存 这个法则我们冷静把它思考了一下 又和加拿大到冰原 冰原那个小小的树 将近一两千年 那么小 这么大 就一两千年 所以这个也是大自然和植物 生命共同体 它本来的本能 那么相对我们一个人 你住在 这个大自然的变化非常大 而且以普通自然温度 太过于强烈对比的地方 人要住在那边 说实在 也要有很大的本能 而且人的思考 人的智慧 有不同的思维境界 昨天我们一位弟子 赖老师 他到印度 到尼泊尔 然后到西藏 爬到最高的地方 能爬就尽量爬 发觉说那里的生活 不知道该多好 到那边与世无所争 但是当你住了几天以后 你会发觉 在那里是渡日如连 曾经有一群的喇嘛 小侯上 问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极乐世界观光 台湾是极乐世界 他说来到极乐世界观光 那你谁告诉你 台湾极乐世界观光呢 我们的喇嘛 我们的老师父 目前世界的极乐世界 是在台湾 我在哪里有啊 这其他不是很喇嘛 不是不是 台湾是极乐世界的 世界的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有各种 不同的生活机遇 那么当然啊 他每一个人的感触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感触很吵杂 那么我们到 很空旷的地方呢 你认为很清静 过了几天 就已经围遍人的四天 围遍一个人的四天 四天 和思维的境界 你会 有着去恐慌 这一定的道理 这人的因缘果 从因到远到果 我们到认了一个 没有去过的地方 第一眼 好像很清新 很舒服 因为我们的四天 平常我们眼耳鼻舌深 在这个环境呢 平常接触 已经属于说 麻痹也好 或是习惯也好 那么等到有一天 换个新环境的时候 你会将整个环境呢 把它放掉了 这人的可爱 人的眼睛的可爱 所以我们很多的景观学家 他抓住人的入作点 弯弯曲曲 都弯曲 都弯弯曲曲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忘掉 前面走的那一段路 这是大自然 当我们人有环瑙的时候 你不要在大路大马路上走 当你有环瑙的时候 你在大田广州走 你会更加的环瑙 当有环瑙的时候 你都走到七七小径 七七小径呢 你是要看到这个 花花绿绿 马上就转过去了 没有了 我们整个四天 刚才环瑙全部会甩掉 我发觉 这个不达的花园 花园 设计就是这么高张 哎呀 这个真的很高张 这个设计真的大 大设计家 当你这里 哇花花绿绿的 万子千红的世界 你看了 好像有点烦的时候 又转过去 完全一片的翠绿 那么你的整个烦恼 你又丢掉了 人 就是这样 人 所以 这个大自然 和风水 完全是等于 也是一 那么我们住家里面的风水 和自然的调合 确实也是千变万化 住家的风水 当你步骤了 很复杂的时候 你有一天 你会发觉 那么东西 连一个也没有 那么当你的住家 很普世的时候 你突然间增加了 一件东西进来 你会发觉很宝贵 你会去注意它 而且你会 去了解它的因缘 这个也是风水 和大自然的 不老法文 曾经我们一位老先生 他 他是 也是很有钱 子女都很小 孙子也很孝顺 有一天 他到 他亲戚的家里 做客 看到家里的人 小孩子在吵架 他们呼吸 在选择 还反正一家都没有一个 是心理平衡的 他发觉这个家里太好了 这个家里太好 充满的 这个人生就是如戏的家庭 他回去了 家里又是大家服服贴贴的尊敬 他有一天来到全国市来 他问我 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 他说老师老师 哪一个家庭才对 我说什么事你讲 他讲他家里笑的都很孝顺 感觉很乏味 是必然的 那么到他亲戚家庭 每个都在吵架 嘎嘎小小在吵 他发觉那个才是人生 他很想 好多是想 希望到他亲戚朋友家 再去走一走看一看 发觉那个才是真正人生啊 服服贴贴 太孝顺了 反而没有一种 那个趣味性 所以啊 这一个老先生 问我说哪一个才对 我说你去到他家里 一天不算什么 你去住三天 他就有一天真的去住了 一天两天 两天的晚上 他就急着要回来了 为什么呢 他真怕第三天在看他们在吵架 看他们那凶狠小孩子 大人两个在吵架在骂 那个斗那个情况 他说 还是没有本情 看到这个人世间 那么充满的挑战 后来我就要发现 我不去了 打死我也不去 想一想呢 人生还是过着平静的人生 也是自然 你也是调福 这个吵架的家庭 他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这个很活胜的家庭 也是现象 只是我们人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去接受 那种情 那个家庭的情况 我们一位师兄 和他师姐 他儿子在台北 他做贸易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家里很干净哦 每样都弄很干净哦 请外籍外傭来帮忙洗油 这么的 有一天 他就到他儿子的家了 结果看得那么高兴 哎呀 我们家的 以前都那么脏 现在儿子媳妇 这么干净 结果他做到 突然间做了错 不敢动 不敢走来走去 怕把它弄脏哦 弄脏哦 哦 这那么人 一天两天三天 他要去笑 然后发风 跑回来了 他跑回来 他媳妇很孝顺 妈妈 你在这边住啦 我第一次 嫁给你们做媳妇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家里那么郎脏 那么样 那么样 怎么呢 现在我的弄这么干净 你也待不住 后来我们这个师兄师姐啊 哎呀 我们那么脏 我们把你的老公 养得这么胖 你现在这么干净 把两个师弟养得什么 像猴子 你看这个自然 是哪个才对 那么干净 养得像猴子 那么脏呢 养得就是那么胖 谁都自然呢 是习性 因缘 因缘 那我们师兄呢 生了三个孩子 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从小呢 就是这么 乱吃 乱长大 胖胖恢恢 从来没有感冒 你现在呢 干净的都不敢摸 变成没有抗体 没有抗体了啦 好 我们各位同修 我们现在鼻子 小孩子鼻子有毛病的 特别多 为什么 原理 现在大家拼命往 这个工业界里面钻 工业界里面钻 就说 啊 家里空调 很好 外面的空气不好 里面的空气很好 我里面的逆净气啦 什么很好 结果小孩子回来就关注了 明天吃去 外面的空气不合 那个是哪一个才对啊 哪个才对 里面又不合 鼻子问题又来了 所以 整个自然的调和 很难去下一个定论 现在大家都 家里弄得那么干净 一寸不然 虽然是讲很干净 事实上也有违背了整个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 都空气里面有存哀 空气里面的存哀都有营阳 那么你太过于干净的空气了 没有营阳 那么你在里面到最后来是 反而没有办法和大自然去调和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小朋友知悉管联特别多 大家怪外面的工业空气污染太严重 错了 错了 你是怪你回来在家里 内外窗子不打开 你不让外面的空气和里面 活了为一 没有办法完全 相适应 你里面很干净 你出门就完蛋了 这个是违背整个的自然的法则 等于一个人 我里面空气氧气很好 那么好了 各位 你们扛着一个氧气筒 去工作去上班 那最干净 怕外面这个空气 会有不好的空气 那么扛着一个氧气筒 会不会生病 完全氧 扛着氧气筒 你绝对病出来 所以自然的法则 我们不是说不干净 就对 不是这样 很自然 空气该对流 让它对流 不要一心一意 想和外界隔离 那也到最后变成物净天责 事责生存 风水的法则也是一样 我们要和天运 什么时候 它的气从这边旺气来 我们把门就开那边 什么时候旺气从这边来 我们就开那边 我们早上各位讲过了九宫 讲过九宫 这边是中央 中宫 左青龙又白胡 九宫 左走龙又胡 走龙又胡 我们咧 这边是坤 是钱 对 训 离 钱对离 正 训 坎 我们这边叫玄武 后边是玄武 玄武 好 那么我们一般开门 我们都在龙边 龙要动 所以我们整个房子 气是从龙边开门 龙边开门 有它的好处 本身我们是正电 plus电 这边是玄武 而且这边属于火 这边是水 龙边都属于水 好 那么我们从 阳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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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江东卦 江东 水阳 江西水阴 水阴 那么江东 我们坐后面是江东 向着阴 那么我们开的门 也是阴 阴阳才能对待 阴阳对待 而且是青龙 青龙属于水 水是属于火药 水是属于柔性 水移动 那火呢 正挂 正挂又是木 这个人从这边开 我们的木 生活 火 克金 别货为金 克金 所以我们的 房子再怎么不好 你开龙门 就会比较平安 若是 你都是开着 虎门 当然虎门是可以 有时候 开虎门的时候 很容易 家里 破一败 破一败 火不能动 火动家里比较 没有办法和谐 家里的口首声音 比较多 前几天 我们一位师姐 他拿了一张他的图 给我看 老师师傅 你看我这个门好不好 住了几年 住了二十多年 老公现在去哪里了 老公我放生了 把老公放生 不是布施哦 把老公放生 有人要养 我就让别人养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这里 门开在虎门 开虎门 虎门正挂 正为木 本身正为火 木生火来克金克玄乳 所以老公啊 他就会有人 要帮你养老公 他很气 老公原来是很好 当时要结婚的时候 看到那么过瘾 怎么为什么结婚以后 没有钱 可以买房子的时候 老公很过瘾 结果换了这栋房子 辛辛苦苦 换了一栋房子 结果老公呢 外面东丑西丑 到最后他就把他干脆放生了 我们第四个礼拜共修 他问我很无奈 我说你把老公放生 他在这个门 谁开的 他说我开的 我听人家说 我们的命 要那个命是生气方 生气 是这种生气 气了半死了生气 不是生气方 气了半死了生气 开门 开错了 所以这个日积月累 就会造成 很多家庭的烦恼 这种 这本着也是这个 道理 江东挂 江西挂 门 你完全 开在江东 这么是江东 也是东 全队 离正是东 你开 这个东 东呢 就存粮 孤阴 寡阳 孤阴不生 寡阳不长 那必须开门 必须要有阴阳 对待 阴阳对待 这边坐山 坐阳 开门就开着阴门 阴阳对待 所以我们的房子的门 所以我们的房子的门 你尽量开在 龙门 不要开在虎门 或者开在中门 你在中门里面 也是东西 东江西江 东西对待 这么阳 这么阴阳 对待 开中门 那么 我们开门的法则 如果坐这样子来 水 龙水来 龙水来 开门 龙水来 门先来了 你就接着上来了 因为这个 后面是钱 这边是坤 龙水来 开门 湖水来 开什么 不能开虎门 你反正你开虎门 这是 这是全部一片都是 同一边 东边 东边都是 阳 寡阳 寡阳 我们开虎门 绝对不能开虎门 尽量不开 开虎门 就是寡阳 好那 湖水来 我们就开中门 湖水来 开中门 湖水来 开虎门 钱赚了 家里有啥啥 不是刀光 孟建灵 就是夫妻之间 儿子 媳妇之间 那 孤独 在 母门 刷 很讨厌 很讨厌 所以 湖水来 老板 白虎王来的谁 开中门 就对了 不能开虎门 也不能开 龙门 湖水来 开龙门 气 已经到后来了 收不到气 但是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 水 气 收 不到 就像我们大殿 好 因为我们是 湖水来 我们的大殿 这个 讲堂 湖里来了 谁 湖水来 我就开中门 就好了 开中门 这个 财 贵 两个都有 若是开了 龙门 水 已经过头了 水跑过头了 这个气 进不来 气 进不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 可惜 我们很多人 可惜 天理难分明 这些是可惜 天理难分明 所以开门 我们有 易经 从易经的哲理 先天的哲理 先天挂的哲理 我们来开这个门 那么你开后门 究竟 你前门开了 你要开后门 或者开 左门 或者开右门 那么我们右门 湖水来 开中门 那么后门 你就开在虎方 开在龙方 龙水来 后门 你就开在虎方 这个 开虎方 湖水来 开这一方 财 就会守得住 财 比较守得住 不然身体上 带多少钱 鬼都知道 这个很怪 后门开 后门的法轴 这也是自然 风水以大自然 他的生命共同体育 他的生命是能量 他的气里面的磁场 气场的和谐 气场的调和 视为生命 共同体 本来就不分 谁怎么来 谁怎么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 了解我们要探讨的 但是这么简单 很多人就把它忽略了 包括建设公司们 他们也忽略了 刚才我们有师姐建设公司 拿了这些要来请客 他在去年盖了一栋高楼 高楼大厦要卖 他把我这本书的法则 他按照去设计 他去设计 按照设计好了 结果卖了 百分之百销售 价格现在一瓶十一万 现在四面 他已经卖到十八万 到最后那一户 用镜标 你看不得了 大家看到 哎呀 这个风水 这个风水 看得很舒服 里面的这个 布置 可以说 电视的 师傅 那个张老师 给我们的 隔继的想法 所以我们按照这么设计 结果他全部都卖光光了 而且价格卖得特别的好 人家垂眼三尺 怎么你能够一瓶卖十八万 我们十二十三万就卖了 因为他复活 风水法则 他把整个这最栋房子的布局 原来开始他们设计的 整个大门在那里开口 原来在那里 我是全盘接回都不对 全部改 改了以后 奇怪 怎么不一样 所以 一经 风水 和大自然 整个本来是相融合为一 我们的大门是一个气口 我们大门在呼吸 你呼吸得到气 你就有生命的能量 如果吸不到气 你的这栋房子 或是这个自然环境 你的房子融着自然 融不下去 那就与大自然相敌对 与大自然相敌处 那么你能够得到平安吗 很值得再去考虑 所以大自然 以风水 它生命都是共同体 本来就没有分 生命共同体 就是整个磁场 以真气 与灵光 阿弥陀佛